毛泽东撰文称赞,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静宇,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节六中全会。 会上,高度评价杨静宇和东北抗日联军致电赞与他们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璇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英雄,英雄 老老少少男女百姓 你可以读书写字秒白话 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怕可以花钱月下个红长鱼,大家可以坐候农村下酒楼,你前面站着一位大英雄。 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 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我可以去抢两件热血飞灯。 haphic飞灯 haphic 3000 haphic którą 小姐,下午给你整个量 不用不用,还差一个 好工作啊,李师傅 我们抗联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说你一个铁匠怎么会修枪呢 哎呀,这说起来吧 我们家呀,是三代铁匠 到我爹干铁匠那会儿啊 这山上的柳子,江湖上的响马 枪一坏了就找我爹来修 我爹这个人呢,手巧啊 看啥东西一看就会 就这样我跟我爹就修了几年枪 这大枪小枪啊,都要我板上明白了 这大小鬼子站了咱东山省以后 我爹就过世了 这山上的胡子柳子 就把枪口啊,对准了日本人 他们时常偷偷下山 找我给他们修枪 这一来二去就传出去了 这小鬼子跟汉奸们说我私通抗连 人,要抓我进去建民队 你说那进去还有好啊 没法子,我就领着老孩子闯上江湖 走街串巷,干起了这个 居锅居碗,居大纲这个营生 混口饭吃的 林师傅 你以后在咱们抗连就放心大胆的修枪 我说咱俩还是同行的 我在老家搞地下工作的时候 就靠这个居锅居碗居大纲的营生 做掩护 哎呀,那真同行 对 咱们东北这个居锅居碗居大纲咋摇喝 哎呀,这东北啊,是这么摇喝的 鸡锅居碗居碗居大纲 嗯,好听 那河南怎么要吗 哦,差不多 鞠锅吧 鞠大纲 鞠锅吧 鞠大纲 好,忙吧 娘娘,来了 你们可算来了 中长等不及了 坐坐坐 小猫 这个铁路警察署的周书长 投靠咱们没什么问题吧 上次我跟他谈过 我感觉这个人很爱过 他表示在适当时期 他肯起议,投靠咱们 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会 他说只要你来见他 他保护咱们绝对安全 好 警察署 到 把周书长请到这儿来 是 老周 文静儿长 这是周书长 这是我们司令人 杨志颖 请问大名 今天相见 真是幸会啊 我也很想见你 我听说你要带领一百多名弟兄 投奔抗连 是 我代表南满抗日联军 表示热烈欢迎 太好了 弟兄们都盼着这一天呢 老周 你看你们能不能把 去的日期定下来 这样我们好歧 接着你们 对 要干就快 对了 脱很容易出事 杨思领 你先请坐 杨思领 我想等上面发了薪水后 再动手 为什么要等发薪水啊 哎呀 你们有所不知啊 我的这些弟兄们 已经几个月没领到薪水了 他们家都在农村 全家老小 就指这点薪水活命的 这不 上面说给补发三个月薪水 等两天后 弟兄们领到薪水后 我们马上起 好 就这么定 后天领到薪水 马上起 我到时候来接应你们 走了 杨思领 等一等 我还有个情报要告诉你 凤田关东军叫的对八百多人 明天路过基安去通话 不知这个情报 对你们有用没有 他们是做什么事来的 是从凤田吗 他们是从凤田坐火车到基安 再换汽车去通话 这是绝密 铁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我们得马上回去研究一下 周市长 后天你起义的时候 我带部队来迎接你 太好了 我们带日本守备军去通话的路上 设个埋伏 打他个措手不及 这样 指定能把那百八个小鬼子 连我给他端了 四六元 我们让其他部队也参加了 这样的话 可以提高抗联各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当然可以 但人不宜多 我们调罗子清一个团 调吴虎一只花一个团 三江好一个连加上咱们就足够了 老阳 潘三江这个人 非常的不要 我感觉 这个人不太把握 中国 说一次也会 咱们就考验考察 是不是真心打鬼了 嗯 为了保险 马上派这个会日语的朴山玉同志 带几个战士 到公路上去偷听一下敌人电话 哎 哎哎哎 老阳 她要是个女同志 我会日语 还是我去吧 不 你们几个另有任务 还要去通知其他部队 就让山玉去吧 好吧 咱们来研究一下 好的 她从哪儿下手 老阳帽 哎 把饭给我吧 你干啥呀 我进去送饭不行啊 司令人在开会 我又不参加会议 西子 要把杨司令人他们饿坏了 我可要你小命啊 老阳帽 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开枪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天啊 徐晓 你真要朝我开枪啊 你反了你还要 你看我敢不敢 你反了 我说你 你干啥 你干啥 你 我送饭 你 好 给我吧 哦 干得好 这场伏击站的部署 大致就是这样 罗团长 罗团长看看 还有啥漏洞 有啥高招 咱们确保这四三斗 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不错 都知道很周密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必须要跟战士讲清楚 这伏击战马 夏天打 便于潜伏 可眼下是冬天 光秃秃的山 难以隐蔽 一个人的暴露 将要影响整个的战斗 罗团长说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一定要向各连队干部说清楚 要用草 用血做伪装 一定要隐蔽 好 是 要严肃经济 不管你是有意和无意 暴露目标 金发处置 对 把罗团长这个意思 传达下去 像三江好 这些山林队 他们不是正规军 阵地的安排 要实大 这帮小子 打得赢打得胜 他就弯性打 打不赢掉头去跑 这个问题好办 把他们跟正规军排在一起 问题就不大了 关键是要死死地掐住两头 不能放炮一个敌人 这个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看没啥问题 咱们就分头准备吧 记住 半夜三点 准时进入阵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尽多 这些不论 够住宫区 全部出来 丢 看到没有 这是金安火车站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二道崴子 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这一仗 咱们肯定能赢 谈三江引火同志 你们俩负责中间地段 罗团长负责入口地段 独立士负责出口地段 这一场伏击战能否胜利 关键看这个口袋两头能不能扎死 三连 你就放心吧 倒腿的肥肉 还能让它抖出去吗 杨司令 把那个阿比放弃 外里抓王吧 王里抓鱼一样吧 小日本鬼子 一个也活不了 真的 把那块你也放弃 豪宗安 枪准手伞 这回可逮着解恨出去的时候 绝不能让小鬼子浪活着回去 小鬼子进入口袋之后 那就成困兽了 困兽是很厉害的 不管谁遇到敌人突围 一定给我顶住 往死里砸 因为咱们在这个地方要潜伏六个多小时 不能暴露 离开了 离开了 好 行 好 行 好 行 哎呀 你说部队这干啥去了你 我哪知道 出发室连长弄不得干啥去 哦 来来来来来 哎呦 程教员啊 来来来来来 这点热火的 哎呦 程教员 啊 这部队干啥去 你应该知道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 我怎么会知道 那留守人员是你负责啊 你能不知道吗 那有啥事你告诉我 我好做个准备不是吧 不过我想应该是一次比较大的行动吧 不像是敌人进山呢 敌人进山那是被动的防御 我们现在应该主动出击去消灭敌人 康连发展到今天 已经是一支一万多人的部队了 今非昔比辣 对 对 哎 老大叔 哎 程教员 干什么去啊 去里那里 滑点吃点 哎 不行啊 大叔 施部里有命令 留守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营区 不得离开营区 哎 那大伙吃啥呀 哎 叔 你这不是让我们犯错误吗 那可不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对 这个咋叫你 这个咋叫你 那大伙没吃的 我就想问你俩啊 哈哈 去 少佐阁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条峡谷很险恶 张静宇神出鬼魂 我们不得不防 我们的这次行动是非常绝密的 杨静宇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这次行动 行动有我我都有力 大一步 明天士兵下马 徒步走出这峡谷 要跑 徒步前进 快 四人 会不会发现咱们的 不可能 这个小鬼子的指挥官 已经发现这个峡谷的险峻和危险了 准备让士兵徒步经过 老公 抓着老公 什么人 发现路上有人吗 没有 路的一个行人也没有 抗不敢进抗人 没有 敌人很狡猾 先派小谷部队探路 四人 打不打 让他们过去 撤 撤 保护天军 请进 小鬼子 这下可落咱手里了 你说这小鬼子 毒鬼的吗 你说 他也有上当的时候 我已经跟弟兄们说了 今天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撂倒仨 好好好 不是 怎么这么多人啊 太老 我同一次现场是这这这站是啊 人家不是老弟啊 这尾巴不老了 我看 你全尾巴不老了 准备战斗 马后船 准备战斗 马后船 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打 准备战斗 我已经打死俩了 我打死一个 你就够活了 你人的 小心啊 对姐 好 不大够了一个 你看 好样的 再给我消掉皮革 是 打死了 大够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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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够的火力太猛了 目前就撤吧 撤什么车 给我顶住 大够家吗 咱不能把干的 丢在这儿不死 咱好还不吃眼前推 咱不能看到兄弟们送死 我敲你了 大够家吗 撤吧 撤 同志们 撤 快快快 撤 奥哥哥 奥哥哥 这小鬼子也不尽打 不是小鬼子不尽打 是咱们用兵如神 张开了一张大网 鬼子自己都钻进来了 对 二十里人 好啊 天上大大 好好好 好好好 辛苦啊 还好 三江跑啊 在敌人强大火力的攻击下 死伤了一些人 结果他带着人逃跑了 小鬼子从他们的阵地上 逃走了一百多人 加上先头部队 一共逃走了二百多人 其余的 这不 全被咱们见面在这儿了 好 找他了 看他娘跑啊 啊 这个闹走啊 咱们第一次参与这么大规模的战斗 行了 不错了 中央 好 同志部队 打死湾战场 马上射 把他 打死战场 准备撤队 来来来 弟兄们 来 你去把那枪和纸刀都滑了滑了 哎对别剩下 走 走走快 快撤 都拿着 哎 老郑 哎 找啥呢 哎 我看看我刚刚才打死那两个打在哪儿来 那能找着吗 哎 你打死几个 两个 哎 找别人 差远了 两个很不错了 啊 说说完走 好 哎 走 快快快 走 子弹我那拿着 一块击空了 快点 快撤 撤 撤 无此绝密的军事行动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是哪个机构走漏的 插出来 通通全面 开查满洲的军队 满洲的顾员 特别是铁路系统的满洲顾员 有谁知道这次教导队的调动 24小时决定 派 我已经调查去了 建军 如果我查出来 要我亲自带人摆那么头 砍票 拜托 好 来喽 大米饭广告 可真送啊 清楚咱抗联打了大声的 来来来 帮我端一下 来来来 哎呀 真香啊 来来来来 来来小伙子 哎呀 这么好的饭菜 嗯 真该有点酒啊 老大 馋了 嗯 好来来来 红烧肉大米饭啊 庆祝咱抗联打了大声仗 来来来 哎 老妈 哎 老妈 哎 今儿高兴啊 我把自己图摸村的一瓶酒给拿来了 每个人都周子两口 啊 好好清楚清楚 这不算饭气 那我 咱们就周两口 周两口 行 算了 纪律是咱们制定的 咱们带个头 就开水当酒吧 好 来来来 别吃 我建议啊 得炒豆瓣大姐 咱干一杯 好 哎 好 哎 吃肉 吃肉啊 好久没有吃大米饭跟热肉了 今天 老杨 我可可劲都糟了 来 这可是打三元虎小货的大米 我们就感谢少本梁啊 啊 你的意思 咱们还以为少本梁健康 这么干一杯啊 要说感谢 咱们得感谢周处长 如果没有他的情报 这一仗不可能打弄票了 嗯 这样 咱们祝周处长 起义成忧 来 先喝白水啊 四伯爷 明天他们要起义了 咱们 也要去接他们 这是 来 前连长 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鹿肉 吃热吃 过瘾解馋 老杂姆 不是 大哥 哎 你太客气了 可别这么说啊 那咋说咱也是患难之交 革命友情吗 啊 来 来 喝 祝你们又打了一个大声仗 来 这仗打的可真漂亮 嗯 八百多个小鬼子 来 来 雅思雷 在游击队刚刚主见的时候 没有办法搞正事 只要是愿意抗日的 一律欢迎 吸收进来 所以成分比较复杂 难免混进一些坏人 现在你加强了保密制度 我认为这非常必要 怎么样 路边幕后的那只黑手 查到了吗 还没有 证据不足 咱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你是对立老人了 熟悉情况 罗巴冒中光坦白 好 咱们抗联成立之后 队伍是逐渐壮大 但是领导干部 却显得越来越匮乏 我衷心希望你能 重新担当起重量职业 我以前犯过错 所以我想 还是做一些具体工作 比如说文化教育 政治教育 这样我可以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别 别锻炼锻炼自己 过去现场这错误 应该由全光同志来负责 很多同志反映你在创建游记队初期 是有贡献的 一个同志工作中犯点错误 改了就是好同志 不要有什么包袱 像你啊 海人和啊 等了一些老同志 有觉悟 有文化 又经历了战争的考验 都是咱们抗联的领导骨盔力量 哦 进来 四伟 你谁来了 很有你 四伟 说曹操曹操道 说我什么呢 没事 成名同志 成名同志 你好 你好 好冷的 怎么样 好冷的 在盘车的工作 你进来怎么样 还行啊 打了几个起号生战 来来来 这不是今天 特意向你来对报的 司令员 那你们先聊 别别别 咱们一块听一下 磐石的胜利消息 哦 情报 哎呀 这情报来的可珍贵 哎呀 那这不让没喝多 我跟你讲啊 哎哎 那那你千万别跟我讲 你看你 你是抗联的老战士的 况且咱俩又这么好 我告诉你 哎哎 我告诉你 这个 大家记住 等弟兄们领完吸水以后 各个分队 以巡逻 训练为命 把队伍拉到后山即可 杨静武 来部队来敬发 大家千万有记住 行李和物件都不要拿 一方保障 署长 上运警察讨伐队的暗谷熊羽然来了 周长 弟兄们都到了 我今天来看望大家 是向你们道歉的 由于当前处于多事之秋 战火四起 军费开支过大 所以欠发了你们三个月的军饷 我深调歉意 今天财务部的长官也来了 把所欠军饷一次不发 散会后即可领取 同志们快点 想换更多 天黑在打了几下呀 同志们 动作狼子想不想 快点 快 同志们 跑步前进 快 同志们 跑步前进 快跑 快 一郎大手梭 放假三天 好好休息 太可怕了 为什么要对着无寸铁的警察进行大屠杀 他们并没有反抗 叔叔 是你下的命令吗 这位警察马上就要怀变 起头问汉连 难道不该杀吗 那你可以把领头的人抓起来呀 为什么要进行提起大屠杀 太可怕了 住嘴 你马上就要入伍当军医了 这位士兵只能服从命 不许问卫手 不 我不参军了 我不参军了 这太可怕了 放肆 几十万日本妇女 到满洲来 参军作战 到开头船中地 都为安妇 劳军 他们把清水 生命 和热血 都卸给了 这场伟大的成员 你学医的 不当兵干什么 你马上回家 明天让我当兵 不 我不参军了 我要去找灰山花布叔叔 到他的厂里去当厂医 我绝不参军了 他太可怕了 我绝不参军了 刘军作 你 大军 他还太宁心 以后他会明白的 要不是我的哥哥 已经牺牲在满洲战场上 只剩下这么一个侄女 我会牵手枪毙她 她丢进了日本女人的尊严 报告 人家都在来了 怎么来了这么快 马上声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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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洋 我到警察局去摸摸情况 顺便料理一下控制 好 差不多了 我走 跟我走 走 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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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弟兄 就全交给你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 死亡那些弟兄 我已经派人去调调故事了 你不 有劫 有劫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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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查 你一定把这个间隙给我挖出来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说 随便姐和我说 那天晚上 我打不和前院长喝了一夜的酒 你跟上不早说 我真的没跟任何人说过 坐下说 这情报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 打死我我也不敢了 那么我问你 你找老刀墓喝了一宿的酒 对不对 听说你喝得慢醉 你是不是因为打了肾脏 心里边高兴 说走了嘴 天地良心 我人罪心没罪 这么重大的秘密 我不敢随便说 我必须得警告你 前浩 别以为你不说 组织上就查不出来 如果让组织上查出来 是你干的 该是什么后果 你是最清楚的 好了 回去好好想想吧 这家伙死活不认账 不看 就是他干的 他不会承认的 你说会不会是警署内部人干的 找审团长弹摆 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查清这些惨案的幕后黑手 好的 明天我就进城 这些惨案对咱们抗日统一战线 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对那些动摇的人 要抓紧做工作 嗯 四伯爷 不该这样吧 明天我去三江号 找坡三江好好谈谈 怎么着 这敌人黑手 已经到咱们这了 大哥呀 那好些人的 全让小日本鬼子 即将给抗抗 那可惨呢 你说 谁向小鬼子抱的钱 我要是抓住了 我会剁了他 大哥呀 你知道小日本鬼子 为啥把警察署的人 全斩尽杀绝了 嗯 听说姓周的署长要烦水了 投靠杨静女 找到了 害怕 我我我怕啥呀 我一个人吃宝粮狗的胃了 大哥 我是怕往一百个好兄的呀 全投奔我来的 你说 我要把日本人惹火了 这他那么开刀 都不全体能了吗 你想咋的吧 随时 大哥 我看山林队 还是退出抗联吧 那哪行啊 咱们一言即出 四马单追 你那嘴上说爷们话 那深刻是 想当年咱们拉咱上山 不就图个自罪吗 啊 天老大咱老二 谁管咱们的 现在杨静女的康连管咱们 他走工打仗 精打大仗 那还能有好 头刀子管那一仗 我要不把兄弟们先拉回来 全得撂着 这抗联吧 还不发军想 不然咱下山咋想聊的绑票 这事咋活呀 你带头 咱们退出抗联 说实话呀 我也不愿意参加抗联 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 独来独我 就是了 可是 我拗不过我娘我妹子 我退出退不了 可是这抗联 老是不发军想 也是个事 我的山货没出属 不少弟兄 还没穿上棉衣呢 大为主 谁说你不会笑 你是要紧了牙 才是要酒 累积着关东的掌骨 照料康日的香皓 上阵的有你 有我 有他 不管他什么 吹他都不出脸超高 大为主 大为主 其名声 看着 pen母 大为主 大为主 都不努ro 是 hair 很溺和平ем的 有我 都不出脸 我是大为主 大为主 主 当爱是大为主 便是大为主 在一些发货 鬼 大为主 大为主 太 stabil 自我 山好 大群人者 感触中國 身著大地鄉長 一個口號 大群人者 感触中國 身著大地鄉長 一個口號 誰說你不會想 你是鑽進了拳 停止了讓 揮舞著散酒的冰雪 釋放了喇叭的眼耙 參戰的有天 有地 有泥 管他什麼 逃亡一角 後世道 大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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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